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接受媒体联访 谢国良指出 基隆祥峰营区弹药库发生炮弹爆炸事件后 府会朝野都希望营区跟弹药库能尽速迁移 他将于8月中旬拜访国防部长邱国正 我想我会在8月中旬到下旬的时间 我们已经开始准备要来约拜访 我们的国防部长邱部长 那我主要还是希望他能够考量基隆在地民众的安危 跟不论是朝野本身大家对于地方的一个共识 就是希望祥峰街的弹药库他能够迁离 那当然我想我们的国家的行政是一体的 那国防部我有听到他的观点 那我们是认为说其实应该还是可以考量更多的替代方案 那我们也会去拜访他 那跟他好好讨论有没有其他相对应的替代方案 毕竟如果弹药库要迁移还是要给予一个世代的替代方案 但是我认为说还是要跟邱部长碰面讨论 谢国良也强调更期盼行政院能协助来协调营区跟弹药库的迁移 比照当年基隆军港西迁的模式 甚至我认为这样的决策层级也应该要高到行政院 包括陈院长在内 如果院长愿意来协调这件事情的话 愿意来协助基隆的民众跟基隆的这个地方的这些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话 我想我们会非常的感谢 最主要是国防部要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 那如果国防部他站在本位立场 他可能没有意愿的话 那我们就要来拜托行政院来进行协调 当年这个江仪化院长在任内拍板军港迁移 当然后面也有很多人进行很多努力 那时候军方也是一百个不愿意 那最后还是行政院拍板定案 甚至那时候的马总统也支持 所以我想也不是国防部一个人说了算 主要也还是说我们要尊重一下行政院的看法 首先要先了解这个替代方案所需要的面积 跟它大概的一个地理位置 如果能够初步的了解的话 我们应该就可以比较进入比较核心的讨论 但我们首先还是要先跟国防部来进行拜访 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讨论 要不然感觉就是我们想签他们say no 那我们要如何进行下一步 所以一个很有诚意的拜访 我想在我们的金融市政府的立场 还是一定要做到的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然后那个就是 谢谢大家